大家好 今天是9月19日星期四 美國聯儲局昨晚意識後減息半厘 而且表示到今年年底有機會再進一步減到半厘 即是今年全年到年底共同減一厘 到2025年亦會再進一步把息率下調多一厘 消息是正面的 加上今天下午匯控亦把最优惠率下調0.25厘 即是大市受到上述的消息所撤擊 出現了明顯的上升 而且恒指是紀律上出現三個突破 第一個突破就是指數再進一步成功突破100天線 第二個突破就是恒指升破了今個月二日的高位 第三個突破就是高收在18,602點 先看今早的情況 恒指早市先是低可以27點 去到17,633點 之後有少少拉距 一度低見17,602點 但是沒有追股壓力 反而買盤開始慢慢漸漸的湧現 結果市況愈升愈有 去到下午的時段 目前指數已經一度上升411點 曾經一度見過18,071點 雖然其後大市在高台有少少拉距和整固 但是指數最後都是收在18,013點 是升了353點 成交金額終於見到量例 有1,487億 升市成交金額量例是顯示得到動力配合的升勢 所以應該還可以持續 看看今個月 經過今日的上升 由於指數已經升破了今個月2日的高位 17,862點 即是九月份的股市暫時已經扭轉成為先底後高 指數是由11日的低位16,964點 升到今日暫時的高位18,071點 即是在六個交易天之內 因為指數是升了1,107點 首先一個月的高低位 是很少同時出現在六個交易天之內 當然1,107點波幅不算是小 但是應該有機會進一步擴闊的 即是在九月份剩下的交易天 技術上應該有更高的指數會出現 況且成交金額是走在指數的前頭 今日成交金額能夠去到1,481、87億 意味著更加高的指數很大機會還在後面 移動線方面已經完全收復了 因為指數不理你日中的高位 或者收市來計算 都是走在所有平均移動線之上 而這麼多種平均移動線 現在最高的一組就是一條一百天線 指數只要穩守在一百天線 一萬七千八百七十三點以上 技術上就會騎著所有平均移動線 對後市的發展來說 當然還是正面 好了 指數既然收在一萬八千零一十三 到底暫時上網的目標在哪裏呢 首先第一個 我覺得應該是八月份的高位 八月三十的一萬八千二百零二點 看高一點就是七月十二號 即是七月份的高位 一萬八千三百十七 指數如果能夠突破八月和七月的高位 將會扭轉一頂低於一頂的形態 在那刻當然有理於進一步向上挑戰六月份 即是六月五號的高位 一萬八千七百二十四 但是在今個月底之前 有沒有這麼亮麗的聲勢呢 不敢作一個預測 因為最重要就是成交金額 如果成交金額在未來的交易日 任何一日縮回到六千一億或者以下 亦都表示大市的聲勢 在動力不配之下 可能亦都會漸漸受虧限 這個大家要留意了 大家好 股市今天出現兩個之上的突破 第一 指數進一步成功回升到一百天上以上 第二 恆生指數也創了這個月的新高 等於再分析 先看看今早的情況 恆生指數早段先低開二十七點到一萬七千六百三十三點 曾經一度稍微輕輕地回調到一萬七千六百零二點 可是股盤好像是不太明顯 還有回穩的買盤也不斷地出現 結果股市就一步一步上升到下午三點左右 已經見過一萬八千零七十一點 相對星期二收起來的時候 結果這一分鐘上升了四百一十一點 當然也創了九月份的新高 好了 到目前為止 九月份股市暫時已經是屬於先低而後高 指數是從十一號的低位 一萬六千九百六十四點 上升到十九號的高位 一萬八千零七十一點 等於說 街鬼的波幅暫時已經有一千一百零七點 當然 宜貴的高低位很少 同時出現在六個交易天之內 還有一千一百零七點的波幅不算少 可是今天的成交還是比較足夠的 所以更高指數可能還是會在後面 等於說 九月份有機會在進一步往上尋找更高的指數 從基督上來看 現在往上看第一個目標應該是八月份的高位 是八月三十號的一萬八千兩百零二點 再看高一點點就是七月份的高位 是七月十二號的一萬八千三百一十七點 指數只要能夠回升到八月跟七月份的高位以上 就可以打破一頂低於一頂的走勢 這個很重要的 再看看移動線 現在指數在一萬八千點左右水平進行一個高台的整個 而移動線方面 最高的就是一百天線 大概在一萬七千八百七十三點 等於說 現在恒生指數已經成功回升到所有平均移動線之上 從基督上來看 有利後一個階段股市的發展 當然最重要還是成交 股市有足夠的動力 整個股市還是會進一步往下推的 外外方面 美國昨天晚上 宣布把利息下調辦理 到今年底還會進一步下調辦理 到明年全年 將會有機會再下調一離 那等於說 從高台來說 前後會有兩離的利息的下調 那對環球的金融市場來說 是會有正面的效應 那最低限度 負債比較重的企業就會 因為利息方面的開支減少 從而可以有利後一個階段的發展 還有香港匯豐銀行下午也宣布 把最優位的利率下調0.25 這個對股市來說 當然也有一定的刺激 好了 今天股市在大成交之下出現一個特殊 尤其是指數已經算是1萬8% 那後一個階段 首先要看的就是成交方面 要是至今日子的態度還是比較明顯的話 那股市還是會進一步往下 這個也得高位的 只是有一點擔心 又是到某一天 成交方面 突然之間慢慢的減少 那個時候 故事在高台 就會再出現新一波的反覆 這個大家要留意 好了 下午分析就說到這裡 大家記得按讚 留言 訂閱 按鈴鐺 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如果想鼓勵我們的話 歡迎可以按鈴鐺 給多些支持我們 多謝 請及按鈴鐺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咱們總的請請請 感谢观看